欢迎收听秘密之音 我是大迷环岛故事车 已经走到了我自己的故乡 那故乡呢在中部台中这里 而今天要一起聊天的人是 我应该可以喊老乡 因为他还在这里生活很久了 不过呢他真正的家乡竟然是我的出发地 他出生的地方是宜兰元山 哈喽文琪 嗨 哈喽好 文琪是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 台中分会主任谢文琪 文琪我在当时邀房的时候啊 我就一直就自以为跟你很熟 我就一直文琪好 我想去拜访 我就一直叫文琪 然后后来 日子越接近了 开始读主妇联盟的基金会的资料 网页才发现 哇天哪我怎么可以 我怎么可以一直自以为跟你很熟 事实上你好忙哦 然后而且是 呃台中分会主任的身份的话 应该就是事务繁忙 那责任也很重大 可是今天好感谢你还是播出了一些时间跟我聊天 我想那时候大米告诉我说 轻松大哥有推荐这个事情 我相信他推荐的一定认同说 你在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也是跟我这几年都有在做的很相关 哦 所以我想说我非常乐意帮上这个忙 大哥 轻松大哥 我趁这个机会又要再谢谢你一次 谢谢大哥给我的一份名单 让我可以从中挑选到就是在环岛的时候拜访的一些农友 或者是像文琪 文琪他你自己其实不是不能说农友 后来接触有种到的经验是因为 基金会这边的事务运作之后的经验对不对 所以但是你参与的主妇联盟基金会啊 或者是说合作设置工作是因为 在属于如果以一般消费者的眼光 就我们看的是销售端 像这一次我这样环岛 然后回到了中部老家 亲戚就会问啊 你这样拜访那么多 怎样你是有帮他们做资源整合或什么吗 应该有的那一件事情吧 不然你了解了那么多很棒的农作物 然后有机友善更做 那你是怎么样把他们的 你有没有要帮忙销售啊 或者你怎么样帮忙传递这些讯息 我说我没有耶 我只是听故事 可是今天像主妇联盟基金会做的 应该就这方面的事情哦 应该说最早我们基金会在做环境保护的推广运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是婆婆妈妈出来 在自己忙完家务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 可是我们也发现说 我们来大声疾呼保护环境 可是呢回家在料理海家人的三餐的时候 发现如果我们没有从健康土地生长出来的 根本就不能有安心的食材 所以才会有另外一想法说 我们怎么样能够有安心的食材来源 因此那时候我们还结合了会友 大家共同出钱 然后呢这种的揪团 其实现在是太晚了 在我们早现的时候就有基于这种的绿色消费概念的揪团 我们就请农友用安心的方式去种 那当然农友的技术上层面不但能配合上 我们就还有大学的老师教授下去做指导 这是很重要的 而且这个早是二十几年了吧 是不是 二十多有 我们那时候共购 合作社2001 但是更早的绿色购买这个事情是更早了 没有错 这个二十几年要有这种 大家一起想要选择自己安心的食材 然后用合作社的方式 是那时候一开始就用合作社的方式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样的概念 所以说大家那时候还是在基金会底下 那很多的志工来协助这样的事情 就像我刚刚说出钱大家志工先出 然后帮忙去债货送货 然后分配东西 而且度过一段比较辛苦的过程是 刚刚这样一开始这样种的时候 其实很多虫害是不能控制的 所以回来的叶子可能会长得像网球拍啦 或是那个不挖被钉了一个 然后就烂了一半 还是要赶快收进来 然后把烂的那半切掉 然后剩下的好好的利用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发挥了祖父的巧思啊 怎么样把这样的食材又充分的运用进去 有时候还要偷偷瞒着家人 那个钱也不能报太高 因为其实农人那样种的时候 能收成的东西是真的比较少 那又要能够符合成本 当然它价格比较高 但是我们就愿意的一直支持下去 那你说的这个一开始从祖父的力量 当然也是祖父联盟这四个字 我自己带着米妈环岛 然后到了要拜访文琪的时候 我就跟我妈 我不知道怎么样跟她介绍祖父联盟 因为这个背景其实很渊源流长了 然后你们的事情也一直越做越庞杂 然后也深度跟广度都很 很难一时讲清楚的 所以我就大致上跟妈妈形容说 祖父联盟妈妈你听 她前两个字就是祖父 祖父力量大 不要再忽视祖父的声音了 所以呢 二十几年前就有一群祖父就这样跳出来 开始要掌控自己家里的餐桌就对了 你自己在这么多年来 不管是什么样的职业的时候 你家里头的餐桌的经验 遇过哪些很大的那种转捩点吗 时间的改变 应该是说我自己早先所奋斗的方向是户外的环境教育解说 也是生态保育那一块 刚结完婚的时候呢 几乎也是忙到三餐老师在外 十一点多才回去 那时候也没有多想说这样的事情有什么不好 她会觉得说我忙得很充实很愉快 可是到后来那个三年后怀孩子 才会想到说 好像不太对 觉得会这个小孩子吃什么好像都要靠我 那我就回头检视我自己吃的东西 内心就忽然觉得 蛮三条线的感觉说 好像我都有点在乱吃 那其实以前基金会的前辈早就很 对那个饮食的教育部分是很深入的 只是我那时候的兴趣没有在那一块 所以回头来跟前辈学习才知道说 我其实回头要更重视 我自己到底吃了什么样的东西进去 再往前看就是 这些东西又从什么样的地方种出来 这是最大的一个转变 所以我的小孩子 老大出生的时候 有一点点那个异味性皮肤的问题 那么我就会更注意他吃进去的东西 因为我跟我先生都知道说 他不要用西药去做控制 所以呢 用饮食上面的一个掌控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又连带又开始注意到 孩子吃的东西的问题 因此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在推动的就是 孩子的那个零食添加物的那个推广 那透游这样子让家长知道说 我该怎么样选择安心的那个零食给孩子吃 因为毕竟除了正餐以外 孩子那个接触零食是在所难免的 可是怎么样正确的选就很重要 到头来到老二出生 就更发现 两个孩子的那个体质差异就让我知道说 真的一个母亲要孕育下一代的话 对于自己的一个身体 还有所处的环境 你一定要好好的关心 因为孩子如果带着好的一个身体健康基础出生 其实未来外面的环境变得再糟 他也比较能够有复原的能力 你指的是你自己的 我们以为的胎教是 听古典音乐啊什么 不是你自己的体质 光是这怀孕两胎 你刚好生活上就有很大的不同是吗 对没有错 因为想老二这一胎的时候 我已经接触了这种饮食的重要性 所以在那个很多我觉得比较有疑虑的 我就比较不会接触 而且给自己也比较好的作息 所以老二生出来 我也不晓得他算是幸或是不幸 因为对于这种 小孩子很容易接触的零食呢 其实一般小孩可能吃得很高兴 可是他在幼稚园的时候 因为家长都会大拜拜之后 就很好心了 全部都送来教室 说老师你就分给孩子们吧 那我孩子也是很快乐的吃啊 可是吃了回去 他就会起疹子很痒 那所以有时候也很有趣 他回家的时候呢 我就看一看 我就说 你今天在学校有吃什么 他一开始就说 没有啦 吃一个 一颗糖果油 真的 然后我就没有多说了 没多久呢 他越含痒的时候 我说可能不只只有吃这些吧 他才就继续招认说 有啦 还吃了一个果冻 然后还吃了一根棒棒糖 那我就很耐心的跟他解释说 因为他的身体的体质呢 其实是在比较干净的环境 去孕育起来 所以他对于这种不好的东西呢 身体会比较明显的有反应 所以我跟他说 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欢 这样不舒服的感觉 那可能你吃东西 自己要稍微控制一下 所以他虽然只是个 幼稚园的孩子 还不懂字 到后来呢 大人给他临时的时候 他就会翻过来 跟他说 请你念后面的成分给我听 如果是太多陌生 他不了解东西 他就会说 那好吧 算了 我不要吃他了 他应该吓坏不少大人 我猜 很多他的亲戚 我们大一点的是 就觉得很讶异说 还有小孩子 会去注意这件事情 而且这也让我回头想到说 所谓的饮食教育 这种 真的也是要从小做起 因为从小你把他的那个 嘴巴对于真正味道的感受 去培养起来 其实他长大就比较不会去贪恋那种 人工的合成的东西 身体上也会自然的排挤 像老二到现在的话 有一些外来的饮料 他一喝就会说 直接说 妈妈这太甜 我不要喝 他的嘴巴舌头 已经可以去判断好的味道 他们的身体都好老实 根本没办法说谎 会是这样 我觉得他们自己也是笑一笑说 偶尔当然还是难免会贪嘴 我说 譬如说他们很想吃冰 我就跟他说 外面的冰棒或冰淇淋 有很多的香料跟添加物 我说你真的需要妈妈 帮你找比较安全的 所以像我们家 他们吃是春衣汁的 春衣汁是纯粹的水果 还有简单的糖水 就是这样的成分 所以也解了孩子的瘾 那也照顾到他们的身体 所以我觉得说 没办法完全不吃 这是一定的 可是我们怎么样有智慧 去选择健康的东西很重要 这个尤其是妈妈的角色 您自己能够主 我能够说用主宰两个字吗 就是对于家里头 不管是上有老下有小 然后主妇的那个角色 你觉得这些年来 不管是自己 或者是主妇联盟共事 或者是其他的社员朋友 你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就是主妇的力量 他真正在发挥的时候 其实还是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脾气毛病啊 那或者他忙的事物 但是不是主妇这个角色 他还是可以 有一个比较适当的 然后每个人都做得到的 怎么样的发挥方式 是真正可以影响一个家庭 甚至就整个大环境 像我也不是自己 每天都有煮三餐 但是早餐 我是尽量在家里处理 所以我才刚刚有跟米妈分享说 在自己的二楼就种了 比较不怕虫 容易取得的那个食材 然后料理早餐 因为现在的 很多都是连早上 就开始去外面买 外食 那外食我一问的结果 八九成以上 又通通都是加工类的 什么呢 吃的就是面包 吐司 汉堡 这些都是面食类的加工 真正吃我们米饭类的 其实不多 像以我的情况的话 那当然是米饭类 煮成稀饭会比较多 那这也影响了 我们现在整个台湾的一个 粮食的一个情况 因为毕竟小麦目前 还不是我们主力种植 我们必须大量仰赖 稻米 那我们自己的稻米呢 的一个食用量呢 就逐年下降 又造成了我们的粮田要荒废 要被转成工业用地 所以有时候谈起来这背后呢 一个祖父在家里的小小行动 可是可能可以改变我们整个 台湾的一个农业大环境 所以我很希望说 透由我的经验去分享 让大家知道说 祖父在家里 不是煮三餐 这么的简单 它其实很多的作为 它可以带动背后一个 更重要的 我们整个台湾环境的一个变化 那除了煮东西 还有就是说 日常生活中的选用 因为像基金会 我们这几年重点 也有谈到减塑 减少塑胶 因为我们台湾是石化王国 我们滥用塑胶很多 那所以除了吃进去 其他还有很多是用的 会接触到的 比如说我们用来装食物的器材 洗头发的洗发精 清洁脸的洗脸的东西 这个如果是不是用天然的呢 差异很大 因为我们人不是只有吃东西嘛 我们还要穿衣服 我们还要洗漂漂 然后喷香香 可是这些都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呢 这背后的问题也都有很多 所以我们这几年推 也会请大家要注意 尽量回复回忆 用天然的东西 避开石化塑胶 因为追究起来 就跟我们刚刚谈的 食品添加物一样 因为色素香精也好 然后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塑胶的制品 都来自于化石油的一些提炼的东西 你这么说 我都觉得我们常年来都还引以为傲的石化工业 结果自己也是深受影响很多年的 不止 因为我们在 我们全力发展石化工业 整个带来当地居民 或是甚至附近县市居民的一个健康风险 到最近都已经渐渐的浮上台面了 我觉得这也是大家一定要去正视的问题 我们自己在承受着 就是自己的环境自己救 如果不救的话就是只能这样 但这种救的方式 你刚刚讲这种教育 或者是说 其实以主妇联盟基金会来讲 从政策面的实力 真的是一股很强大的温柔的力量 那刚刚你给我们看了一个 你的照片 你小朋友还是baby的时候 你就把他带着去拉布条了 可是这个照片看起来就是很温柔 但是你一看就知道说 对啊 这么小的孩子 我们就是要为了他的健康着想 不是吗 对 就在那时候校园午餐发生问题的时候呢 我的孩子还没有上学 可是我们知道说 未来还有千千万万的孩子 都要进学校去吃 所谓的校园午餐 所以当那时候发生 不论是农药残留过标 或是毒工丸的事情 我们就觉得不能够袖手旁观 因此我们在台中市政府前面 真的就拉白布条 也带着我的儿子去 跟市政府严正的抗议说 一定要重视校园午餐这个问题 那后来呢 副市长善意的回应 我们就成立了校园午餐的出境委员会 那我们的副主任明纯去担任委员 那这几年他非常的认真 也帮忙推动了很多理念进去 那好消息就是我们台中市 要推校园午餐的自治条例 把我们长年努力说 要优先用飞机改豆制品 这件事情放进去 还有加强抽烟也好 还有地产递销 这个观念 都在今年有得到一个 很重大的一个改进 一个进展 像我们台中外埔那边呢 就已经有大豆的一个复根计划 他们就希望说 那边的大豆 还有未来的蔬菜 都能够用进我们的校园午餐 所以这是个很好的转变 那当然我听得都起鸡皮疙瘩了 这个鸡皮疙瘩的缘由是因为 我们毕竟听到太多自己身边的朋友 或者他的亲人 一样是主妇的立场 他们会说 哎呀就是没办法 那种嘴巴的无奈说出来 哎呀没办法 这能自己能够改变什么 无力感实在是太普遍 也太容易就表现出来 可是如果说坐在文琪面前 看到你们这边这样子运作 然后长年下来的这些 做出来的成绩 影响的都不是只有自己家里的餐桌 自己家里的这个家人而已 是层面很大 我想在很多朋友们喊着 哎呀没有办法的时候 其实多少心里头会 都还是会觉得说 如果有自己可以帮上忙 或自己能够使一点点力 都应该都应该会愿意的 那像这样子你觉得怎么 其实主妇联盟应该也长时间 也都是在宣传这个理念 也会是呼吁更多人的参与吗 这通常是怎么样 是的我们基金会的话呢 常年也是需要说能够 大众的善款来捐助我们基金会 以其实只要每个月100元 一年只要1200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友 那你不用只是尊前关心 你也可以像我们刚刚所发起的 各式各样的行动 检缩也好 关心校园午餐 我们通通里面都有志工小组 随时欢迎我们的会友 贡献她的心力来支持我们这个活动 你好含蓄哦 你就是刚刚我们在做节目之前说的 我怎么以前 我大米自己啊 以前听到主妇联盟都觉得 这环境好像很封闭 知道人不多 然后就是一些真的自己想得很清楚了 然后加入了之后 然后就安安心心的吃着自己 挑选进来的时候 就只是这样耶 他们好像 好像这个组织规模也不大 那结果文琪跟我说 没有因为主妇脸皮都很薄 你都已经 你都已经当这里主人 你脸皮还是这么薄耶 刚刚就这么淡淡的说 啊一个月一百块 一年也才一千二 怎么了 这个难度到底在哪 这个到底 我们一直觉得说 可能大家觉得说 不是马上可以看到一些改变 就像机器会跟合作社 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团体 但是我们相同名字很久 彼此的关系非常密切 那当然因为我们在做 不论是政策的倡议或是教育的推广 发现有这样的理念 但是如果大家没有健康东西可以吃 健康东西可以用 困扰还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那群姐妹呢 后来就想说 嗯我们怎么样再找更安心的东西 让大家用 所以呢 就有往这个 共同消费 绿色消费这一块去做行动 那但是一开始呢 也不是合作社的概念 而是可能成立的用公司 或是所谓的理货劳动合作社 这部分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的不是资本主义 那样子的做法 所以才去也研究了英国的合作社 这样子一个发展的理念 发现说这是我们可以做的 所以后来就转型成为一个 全国性的合作社的组织来做 那当然有实际东西可以用呢 很明显的大家只要那个一发生 实案风暴呢 我们很多人就会蜂拥加入合作社 但是依然不是在支持基金会 因为基金会的那个金额投入的时候 你会运用的所发展的 其实真的需要时间去发酵 可是发生事情的时候 都很需要基金会站出来去讲 这就是 我们虽然内心知道 但是我们还是依然会义无反顾的去站出去 因为这时候不挡下来 不晓得后面会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说 大家在重视自己的饮食安全之余 也要回头想想 这样健康的东西需要有安全的土地 需要有健康土地 那健康土地呢 就需要有更多的人 在不论是政策或是行动上面去做发声 去做倡议 那他就需要大家的那个援助 那让资助更多有能力的年轻人也好 或者志工一起来为这方面做打拼 而且合作社说真的 大家会那么容易一遇到实案 就疯狂加入你说的那种举动 那就是人性 对啊 就是知道还是往安全的地方去吧 尤其这个如果刚好像一个浮沫一样 但真正久远的影响的话 就像基金会这边 我看到你们的网页上 有一个标签云 那简单的就点出几个关键名词 就可以知道基金会运作的话 他真正影响的层面包括你们 低碳出版 然后来自现场 还有共学 共老 共域 共读 共游 这是合作社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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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刚刚提的 其实你就会发现 这个都是比较实践面的 但是这些实践面背后需要的一些议题的倡导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共老这件事情好了 他更重要是背后我们谈到的长造这种事情 还有说怎么样在在地能够在地共老 这是更重要的一个议题 社区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觉得基金会跟合作社 本来就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对呀 话要有人说 但事情要有人做 是真的是这样 大家就会从不同的角度一起去努力去切入 对 我也会联合其他更多的NGO团体 比如说我们讲到说 老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有很多其他单位也是做的很多很好 老五老啊 宏道啊 我在讲台中这边的 他们就已经把一些事情都照顾到 独居送餐 还有关怀员等等的行动 那但是呢 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效果长长久久 我最近想到很多事情 就是我们要推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常常就跟他谈 跟大家谈说 你要去想好永续性这个事情 比如说台中是要推所谓的城市森林 是说城市里面 自己做一些简单的农作 能够提供自我的粮食这件事情 好 我说这个概念很好 问题是不希望大家像放烟火似的 我弄个示范点 大家看看怎么种菜 OK好 就这样下去 其他就照着做 我就直接跟市政府那边说 你要先考虑你这个的永续性 你怎么样让这样 这个地方的发生 它不是一年两年 是五年十年 是这一辈子住在这边的人 都愿意继续去做的事情 希望你们用这样的角度去看 那个钱花下去才有意义 对 贡劳你们都想到了 嗯 因为其实祖父联盟的伙伴们 已经走过来二十七二十八年了 是是 所以当年的 是真的 我们的好朋友 他说以前我推娃娃车 带小孩在那边返和 如今我的小孩已经是大学生了 我们依然还在返和 我们这一群已经一起一起了这么多年 那自然我们已经进入到生命另外一个阶段 所以也要去考虑这一点 会去想到这部分 那这个是在 你说这是属于合作社自己 光是合作社运作就有这一块了 他应该是说针对我们的社员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他抛出这样子 希望能够共育 育就是 养育 养育 教育 所以我 像我自己以前 在参与基金会的时候 其实我们真的是对于带着孩子母亲包容度很高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带着孩子来 因为我们不希望说 祖父踏入家庭之后 就为了照顾家庭和孩子 就只好都不出门 其实我们是遇到很多也是发生这种事情 就最后就患忧郁症 那最后其实受害的是妈妈和小孩 可能前阵子大家都有可能看到那样的消息 看得很心酸 因为这个妈妈的状况没有被人家察觉 以至于伤害了小孩伤害了自己 所以像我以前 我们真的就带着小孩来开会 就从事一些志工活动 那我们就有亲子开放的空间 而且大家彼此带来的孩子就做好朋友 这也为我们少子化的社会的呢 带来另外一种人际关系的重新架构 因为我们兄弟姐妹 有时候是分散很远 不像以前的那个三合院 大家庭互相养育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另外一种的想法和倡议 就是说我们要用一个村庄 一个社区的力量来养育孩子 就是从这样的角度 所以供老也从社区发强起就是这样 老人家其实不太希望到陌生的地方 跟陌生的人去交朋友 他很希望就在我们附近 猝皮头我也写才三四十年 我为什么要去包围 我都爱在家而已 你这让我惊讶的是你说是一个村庄跟社区 其实这两个光是这两个字的意象就落差很大 村庄我想到的是宜兰的农村 或者是这几天故事车环岛 到了三芝拉到了这个桃园三坑 但是我现在跟你坐在这边 这里是个都会区是台中市中心 那但是他还是可以有那种人际间的交流 小孩子可以跟他同龄的小朋友的互动 那妈妈一样可以创造一些你像是务农的这些农事 就是这样子的家庭生活的设计即使他在都市 也都可以被实现 对 好难得 那我想说寄近有一个角色他就是平台 有时候一个妈妈在家里他不知道去哪边找这些资源 所以那时候呢我三年多前担任主任的时候 甚至我设计课程我都强调说我们可以请保姆 然后希望拨一点机会请保姆 但是有需要的妈妈他就着付一点点费用 我们欢迎他带孩子来参与我们各式各样的演讲 其实在国外这是行之有年的 国会议员是可以带着孩子去开会 然后他们专门设一个那个请baby sister来帮忙 因为他不认为说孩子就剥夺了他来开会的权利 所以我们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也不认为妈妈会因为要带孩子怎么样 就剥夺了他可以出外学习更进一步成长的一个权利 所以我们希望要有这样子的概念一直推动 对不起那我自己个人的可能有点点偏见 小孩子会吵啊 如果带去开会该怎么 还是可以克服是吗 嗯 一种呢就是看孩子的年纪 像我那时候我孩子很小不哭不闹 所以我是抱着他开会 那大一点他需要朋友的时候 所以我们才是说可能会需要请保姆 在另外一个独立空间 然后其实也不用很久 我们希望说妈妈出来透透气 也是一两个钟头嘛 嗯 他还是要回归他家庭去 这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怎么样提供一个友善空间 也是我们基金会 之前在办活动还有一些讲座 都会设法去克服 也把这个概念带出去 嗯 在尤其对小孩子带出来之后 那种身体力行 自己以身作则的一些身教影响也蛮大的 嗯 像你自己家里小孩子 也就 他们应该特别对于生态啦 对于 友善工作啦 呃 对于食品安全啦 这方面 耳濡目染 对不对 对啊我女儿以前在那个 国小高年级的时候 因为比较有机会外食 他就是 他就是因为比较有点正义感 会跟他们说 我妈妈说什么什么不行 然后最后同学说 这真难相处 就不要找出去一起吃好了 因为都会去讲道 所以我有时候也会烦恼说 呃女儿在学校生活太另类的话 会不会没有朋友 嗯 所以我后来跟她说 你这部分讲的时候稍微含蓄一点点 我妈妈说 这可能有点不太好 啊不建议你们多吃 好 就不要像小纠茶队说 这不行 这样这样这样 好可爱哦 我想孩子还要让他维持有好的 那个人际关系 对 所以在这种观念 还没有很全面的时候呢 嗯 我就跟她说 我们就是温和的角度 来去提出我们的那个 劝告就好了 嗯嗯 但你有没有感觉到 从小孩子的回馈 他们现在接触的 学校教育什么 这方面台湾有没有感觉 一直在进步啦 嗯 以我二字部分是有 啊我女儿后来去念学校国中嘛 那她班生 班上男生很多 她有时候讲那些 她就跟我回馈说 孩子所讲的一些话 或者她看到一些现象 她会觉得说 妈他们太没有概念了 嗯 我说对 那就是我们还可以继续努力的地方 嗯嗯 因为毕竟这样子一个所谓 绿色饮食教育 在一开始就没有被放进 学校的一个教育里头去 这也是我们在推动这个 绿卫本的一个推广的时候 也很希望说 用有趣的故事带进去 让很多的孩子啊 老师都能够理解这一块 嗯嗯 就说其实除了我们讲的德智体群美 真正的食欲 她是要最好的基础 最重要基础是在她底下的上面 才去发展德智体群美 因为你没有健康的身体 你没有吃健康的东西 你哪有好的头脑 嗯 因为我们很多发现 就是说现在学问念很高的 可是她不懂得生活 或是身体状况很糟糕 那这个就是我们国家 人力一种严重的折损 嗯嗯 健保也会是沉重的负担 嗯嗯 我们台湾喜胜第一名啊 对啊 对不对 跟除了喜欢偷 收听地下电台 卖药这种习惯以外 其实在我们生活的一些饮食习惯 它也是个很大问题 嗯嗯 那 呃 再回到主妇联盟的话 她听起来她有没有主妇加入 哦我们 其实主妇是因为 我们当初的发起的时候 我们的所有人 所以 主妇也有 也有的 也可以的 我们我们后来讲法就是说 所谓是 只要在从事一种家庭生活的都算 所以她也不一定是爸爸妈妈 她只要在家里愿意做这样 嗯 像什么 自己简单煮的 嗯 外面我们所谓的小资女也有 对啊单身我也可以吗 对单身主 对对 我们也会推一些说 嗯 如果想要重新拿回自己掌握一个饮食的权利的时候 又可以有怎么样的一些作为 所以简单啊 好的 容易的料理呢 这也是我们 嗯 会去帮忙去 哎 规划想一想 嗯 或者是说 我们怎么样重新利用 共同煮东西 啊 这件事情呢 来拉起人与人的 连结 所以有没有可能在社区 学校 宿舍 弄一些像小型的厨房 因为其实国外他们是可以这样的 在那边简单的烹煮 嗯 然后大家一起共识 嗯 共识我觉得又是另外一个契机 我们可以去谈很多的事情 嗯 对 那最后的话 我自己哦 前阵子读了红兰老师 就是脑神经科学这一方面的权威 红兰老师 他的很有名的TED 这个嗯 一场演讲 然后我发现很多朋友们都在分享 我最后我想跟文琦也分享一下你 你觉得 他说母亲是家庭的灵魂 母亲快乐 全家就快乐 母亲焦虑 全家就焦虑 他说 当你教育一个男孩 你只是在教育一个男孩 当你教育一个女孩的时候 你教育的是整个家庭 跟下一代 然后他还最后开玩笑说 哎呀 大家与其花钱 教孩子 教儿子 你不如花钱好好教育你的媳妇 哈哈哈 你这这部分 你部分最认同哪一个 应该这样说 应该这样说 如果用两性评选角度来说 不要把责任通通都是在 加注在女性的身上 嗯 我相信如果说 以我们这样子的观念去 教育起来的儿子 他未来也会是一个 很好的家庭主夫 你帮他们平反一下哦 我应该这样说 因为 因为 现在有很多的家庭结构 也不光光是 女生留着在做 里面 家里的家务事 对对 有更多的男性 他认为他擅长这一块 所以他愿意让妻子去外面 去做他想做的 因为有的真的是 事业女强人 他很喜欢冲那个 他对孩子就是没耐性 可是他的先生做得来 或是因为先生的工作性质 他可能是SOHO吧 就适合留在家里 所以我认为 这是不光是男生 一定是女生怎么样 当然男性和女性 有先天上 一些性情上的一些发展 细腻度也许不同 可是我认为 这种的界限 也许越来越来 会越模糊 我们怎么样是两性 共同协力 去种族一个最好 最适合的一个 自己的家庭状况 我觉得这是我们 可以去努力的 不用把责任 全部都放在女孩子的身上 不要都往自己身上懒的一些 真的 那 那最后文琪帮忙下这个注解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也帮忙提醒一下 能够参与 就是主导你家餐桌的 这个能力 就是应该在现在两性平权 对于性别观念 都很开放的情况下 大家应该一起加入才对 所以今天访谈的是 主妇联盟基金会的主任文琪 但是不要 大家不要以为主妇联盟 就全部都是只是主妇 主妇的事就是了 真的 所以在 您基金会这边 最后 有没有 最近在 忙的 这个事物 可以分享一下 也有需要 欢迎大家参与的 是 我目前的话呢 在 基金会来说 我们 在推飞机改斗制品 进校园 午餐呢 已经蛮有一个成效 但是还是毕竟集中在 比较大的都会 我还是很希望说 有缘听到的听众 如果您 很希望 孩子在学校里头 能够吃到 安全无欲的食材 那欢迎多上我们的 官网 或加入我们的FB 如果您有一些需要 行动是去策划 起来的话 其实我们都非常愿意 提供这部分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最近跟康健 杂志 共同出了一个 真实欲之本书 它是我们 十四堂食物教养课 其实里面呢 有合作社的妈妈 在她这几年 养育孩子的食物经验 也有基金会 在推广所谓的 绿色饮食这样的教育 以及食农体验的 心得分享在这里头 我相信这是一个 很好的入门书 希望大家呢 有机会 可以去看我们这一本 来自康健 一起企划的这本 真实欲 那在里面的实践过程 有任何的疑问 当然还是 欢迎大家呢 能够踊跃加入 我们的基金会 从我们的会友 那一起来为更美好的 这个社会做努力 谢谢 所以特别是基金会哦 基金会很需要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文琪 谢谢大米 谢谢你妈 谢谢